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Advisor 的部分 那各位呢 你可以把这个软体的部分 放在右手边这里 这里哦 上面这个呢 是不用安装的版本 不用安装版本 你打开接 要说之后 打开 里面就有所谓的正体装的版本 那如果你想要用安装的版本 是下面这一本 下面这一本 所以你可以先试试看看 那如果你是听过窑口的 不用下面这一本 这是那个版本 好 所以三个档案呢 我都把你放在里面了 好 那您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打开之后 我现在是用安装的 那不管用安装没安装都没关系 好 打开就长得像这样子 长得像这样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什么部分 这里有一个Place的简报 好 点进来 这样各位都有打开了吗 可以哦 好 那您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界面的部分 如果你是用安装的 预设上会是密文版 密文版 所以你可以到上面这边 上面这里 你会找到有一个 Prevalence 叫参数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好 点进来 找到之后呢 在它右上角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雨系的部分 好 你可以把它换成中文进入 如果要安装的 好 安装的 那这些事品安装的就是多一个 雨系的人 雨人 进去的人 好 好 那你如果选好了 你要重新启动一下这个软体 它才会变成 我们的中文版本 好 那你先来看一下 这个软体呢 它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剪接的部分 影片剪接的部分是完全免费的 那如果你要输出比较互动性的那种教材 比如说Fresh 或者是HM5 的那一种 那它就是付费的功能 但是呢你放心 它没有所谓的使用期限 那你说这样就不用买了 没有 你用到它付费功能的时候 它会有个Local 付随便在桌上 就这样的 所以你使用的都是全功能 只差在最后输出的地方 最后输出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呃 我可能要先问一下大家 你想用它是想要做数位教程 还是哪来当录影用的 有两种不同选择 有两种不同选择 如果呢你是把它当作 诶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诶 也许你可能要教一下文器分 或者是要做普克的 也许你会用直接操作的 那你可以直接看这里 就直接新的普货 就是直接录影 好 就看你只要把你的画面准备好 那你就可以 它就可以帮我们把 荧幕上的画面呢 就直接录下来 就直接录下来 那如果呢你想要做一个 类似像什么的数位教程呢 你可以用下肯定的 好 就用下肯定的 但当然最后市场都跟我们一样的 那这个软题呢有一个好处 你们一定学过一个软题 Office 里面哪有哪有这检报的 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这个软题 真的三两下就解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用路的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打开 那你打开之后呢 他就问 请问 你的这个工程 也就是说你的专案 你要叫什么名字 那你要把它放在哪个地方 好 要把它放在哪个地方 这你可以自己决定 原则上预设都会放在我的文件卡里面 好 我的文件卡 那怕各位不好找 直接你先暂时放在桌面上 不过说真的 这个 放在桌面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有些人会满出来的 哈哈 这样讲解我意思 好 OK 来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 好 那么你可以选择 像我在这边可能 我就直接做短题的 好 我就预设了就好 我就直接按Q 好 他现在就出来了 先等你一下 问你 你要抓的是你的全屏幕 还是说你只要抓某个区块 比如说我某一个视窗 我只想抓那个视窗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是哪个视窗 或者我只要抓800 600 那这样就是你的画面会比较小 画面会比较小 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 我现在先抓全屏幕好了 我先把这个抓成全屏幕 好 我用这个 好 再来呢 你要不要录音 好 要不要录音 当然这个就有看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交据里面 是无声 无声 有没有网站 或者这些交据里面 最长见的是什么 打游戏的 大家录到过程 可是他就不想要录音 他就只是 后面就是 再配一个 音乐进来而已 就是有画面 但是呢 那个声音是搭配音乐的音乐 所以这里面是以决定 你要不要录音的声音 好 那就开始啦 好 来吧 好 来吧